同学们大家好,我是Sunny,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课堂。 今天这一节课我们开始学习第26课,和大家聊一聊有关愿望、希望和梦想的那点事。 请大家翻到书本第235页,Lektion 26 那么我们如何来表达愿望、希望或者梦想呢? 我们会用到哪些词,哪些表达呢? 下面我们先来学习相关的词汇和表达。 请大家看到236页,Wortschatz,词汇。 这里主要讲到了三个词,分别是wischen,hoffen,träumen。 首先我们来看wischen。 wischen是一个极物动词,意思是希望、愿望、有心愿。 常用的表达是sich etwas wünschen,sich为第三个,atwas为第四个,表示希望、愿望、想要得到某物。 例如书本上的第一个例句, Ich wünsche mir eine kamera zum Geburtstag,我希望、生日时得到一部相机。 再例如 Ich wünsche mir eine Europa-Reise,我想要去欧洲旅行。 Jemandem etwas wünschen,表示、祝愿某人某事。 例如书本上的第二个例句,Ich wünsche dir gute Besserung, viel Erfolg, alles Gute, eine gute Reise. 我祝愿你早日康复,祝愿你成功,祝愿你一切顺利,祝愿你旅行愉快。 在购物、用餐的场景下呢,售购员、服务员也会用Vulschen来询问顾客的愿望。 Was wünschen Sie?或者说Zie wünschen?您想要点什么? 回答,我想要一瓶可乐。 Ich möchte eine Flasche Cola,或者也可以说Ich hätte gern eine Flasche Cola。 第二个词呢,是hoffen,表示信心满满的期待,或者说希望得到。 并且呢,指望事情发生,或者呢,变成事实。 一般译为希望、盼望、指望。 那么它可以作为集物动词,后面带起一个大死引导的宾语从句, 或者用不定式短语来做宾语。 例如书本上第237页最上面的这三个例句, Ich hoffe, die Abschlussprüfung zu bestehen。 Die Abschlussprüfung bestehen,通过节约考试。 这个句子呢,是说,我希望通过节约考试。 Ich hoffe, dass alles gut geht,我希望一切顺利。 Die Blinde hoeft, eines Tages sehen zu können。 这个盲人希望有一天能够看见,或者说能够重见光明。 再例如,我希望我能够帮到他。 那么这个句子呢,我们可以说, Ich hoffe, dass ich ihm helfen kann, 或者Ich hoffe, ihm helfen zu können。 这里呢,有一句谚语,是这样说的。 Was man hoeft, glaubt man gern。 这句话的意思是,凡是希望的事,便乐于相信。 Hofen也可以作为不及物动词使用, 支配借词auf,auf加第四个避语。 例如,Ich hoffe auf Baltischer Besserung, 我希望很快恢复健康。 Ich hoffe auf Schönes Wetter, 我期待一个好天气。 再例如, Ich hoffe auf das Wiedersehen mit ihm, 我希望能再见到他。 第三个词呢,是täumen, 这是一个不及物动词, 表示做梦。 例如书本上的第一个例句, Ich habe heute Nacht getäumt, 我今天晚上做梦了。 如果表示梦见了什么,梦到了什么, 要用这词vorn, täumenvorn, vorn支配第三个避语。 例如,Ich habe heute Nacht vor meinem Großvater getäumt, 我今天晚上梦到了我的爷爷。 我们呢,也经常会向朋友或亲人讲述我们的梦, 会说到, 我做了一个美梦, 我做了一个噩梦,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 Ich habe schön getäumt, Ich habe schlecht getäumt, 那么对方呢, 一般会问, 你梦到了什么, Wovon hast du getäumt? 下面这个例句, Das Kind träumt im Unterricht。 Täumen在这里呢, 是表示unkonzentriert sein, nicht aufpassen, 走神, 开小差, 这个孩子在课堂上开小差。 Täumen除了他的本意, 做梦, 梦见之外, 还可以表示梦想, 幻想, 是指怀有宏大的, 需要为之付出努力, 而短时间内较难实现的理想, 愿望, 或者是天马行空, 普现实际的幻想, 空想。 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这三个例句, Dier Student träumt vor einer großen Zukunft, 这个学生梦想有一个远大的未来, Ich träume davon, dass die Menschen immer und ewig leben können, 我梦想人类可以长生不死。 Dier Blinder träumt davon, eines Tages sehen zu können, 这个盲人梦想有一天, 能够重见光明。 再例如, 他一心想要成为一名作家, 这个句子呢, 我们可以说, Er träumt immer davon, Schriftsteller zu werden。 好, 针对这几个词, 以及相应的表达, 书本第237页有两道练习, 第一题呢, 是选用我们刚才讲到的这几个词, 来完成句子, 在选用这些动词的时候呢, 我们要根据句意, 根据借词搭配, 以及动词本身的用法, 来判断。 总的来说, Vunshin是表示希望, 愿望, 想要得到某误, 它的用法是 Zich etwas Vunshin, Hofen表示希望, 期待某诗的发生, 实现, 作为集物动词, 可以带起一个 大词引导的兵语从句, 或者不定式短语, 作为兵语, 作为不集物动词时呢, 支配借词auf, auf支配第四格, 而Toyman呢, 是一个不集物动词, 表示梦见, 梦想, 可以支配借词Forn,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 做一下这道题, A, Die Kinder, sich zu Weihnachten, bonbons und Schokolade,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反生代词Zich, 以及第四格的兵语, bonbons und Schokolade, 那么显然, 这里只能填入Wünschen, 那么这个句子的意思是, 孩子们希望圣诞节的时候, 得到棒棒糖和巧克力, Be der Patient, bald wieder gesund zu werden, 这个句子要表达的意思, 应该是, 这位病人希望很快能够康复,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选用动词Hofen, 并根据主语辩位, 填入Hoft, Zie ich davon eine Wohnung auf dem Mond zu haben, 这里有代词词Dafon, 也就是说, 这个动词可以支配借词Forn, 所以这里呢, 应该填入Träumen, 那么这个句子的意思是, 我梦想在月球上有一套房子, 同样呢, 下面这个句子呢, 也是要选用Träumen, 并根据主语辩位, 填入Träumen, 意思是, 没有孩子的夫妻, 一心想要一个孩子, E die Braut sich ein Elegantes Hochzeitskleid, 这里的反声代词Zie ich, 和第四格宾语, Elegantes Hochzeitskleid, 一件漂亮优雅的婚纱, 告诉我们, 这里呢, 应该选用动词Wünschen, 并根据主语辩位, 填入Wünscht, 意思是, 这个新娘想要一件漂亮优雅的婚纱, 同样的, 接下来这一句呢, 也是要用动词Wünschen, 填入Wünscht, 意思是, 这对年轻的夫妻, 想要一个女儿, D, das Geburtstagskind, das alle seine Freunde zur Party kommen, 这里要填入的这个动词, 应该是一个集物动词, 可以带起一个DAS引导的编语丛句, 那么这个句子要表达的意思, 应该是, 这个小兽心, 希望他所有的朋友, 都来参加这个聚会, 所以这里应该用动词Hofen, 根据主语辩位, 填入Hoft, 下面这一句, der Hochschuleabsolvent, die gewünschte Stelle zu bekommen, 这里呢, 不定是短语, 是做兵语, die gewünschte Stelle, 是指心仪的工作岗位, 那么这句话要表达的意思是, 这个大学毕业生, 希望获得这个心仪的职位, 所以这里应该用动词Hofen, 填入Hoft, 下面这一句, Dir Lehrer, dass alle seine Schüler, die Abschlussprüfung bestehen, 这句话要表达的意思, 应该是说, 这位老师希望他所有的学生, 都能通过结业考试, 表达这位老师, 对学生们的期待, 所以这里呢, 同样要用动词Hofen, 填入Hoft, 最后一句, Dir bettler, da von Millionaire zu werden, 既然出现了代父子, da von, 所以这里要用动词Toymen, Dir bettler, 是乞丐, Dir millionaire, 是百万富翁, 那么这句话呢, 是说, 这个乞丐梦想成为百万富翁, 请您回答下面这个问题, 当您还是小女孩, 或是小男孩的时候, 您的梦想, 或者说理想是什么, 您曾梦想过什么, 我们先来看, 一位女士, 她讲道, 当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 我梦想成为一名舞者, 或者说成为舞蹈家, aber jetzt bin ich Busfrau verheiratet und habe zehn Kinder, die Busfrau是清洁工, verheiratet, 是形容词已婚的, 但是现在我是一名清洁工, 已婚, 并且有十个孩子, 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位男士, als junger träumte ich davon, astronaut zu werden, der astronaut, 是宇航员, 当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 我梦想成为一名宇航员, jetzt bin ich last kraftwagenfahrer und geschieden, der last kraftwagenfahrer, 是卡车司机, geschieden, 是形容词离异的, 离婚的, 现在我是一名卡车司机, 并且已经离异。 这里给出的这两个例子呢, 都是梦想和现实之间 有着很大的差距, 梦想很美好, 现实呢, 却很真实。 那么大家曾经的梦想是什么, 今天又是否已经实现了, 或者正在圆梦的路上, 请大家仿照例句来回答这个问题。 例如, 我曾经梦想成为一名主持人, 但是现在我是一个家庭主妇, 并有两个孩子。 als Mädchen habe ich geträumt, moederatorin zu werden, aber jetzt bin ich Hausfrau und habe zwei Kinder。 网上呢, 曾经有过一个段子, 调侃道, 曾经的梦想是驾驶飞机, 现在却是驾驶挖掘机。 挖掘机是 der Bager, 挖掘机驾驶员是 der Bagerfahrer。 那么这个话呢, 仿照例句翻译过来, 则是 Als junger habe ich davon geträumt, pilot zu werden, aber jetzt bin ich Bagerführer。 好, 这个练习我们先做到这里。 以上, 我们主要讲到了这三个动词, 讲到这里呢, 我们自然会想到 它们所对应的名词形式, 分别是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几个词常用的搭配和表达。 Wünsche haben, 有愿望, 例如 Hast du Wünsche für Weihnachten? Schönen姐, 你想要点什么? Wünsche äußern oder aussprechen, 说出愿望, 表达愿望。 例如 Er hat mir seinen Wunsch geäußert, dass er eine eigene Wohnung kaufen möchte。 他向我表达了, 他想买一套 自己的房子的愿望。 接下来 Wünsche verwirklichen, 实现愿望。 例如 Er hat meine Wünsche verwirklicht, 他实现了我的愿望。 或者用 In Erfüllung gehen 来表示 达成愿望, 实现愿望。 In Erfüllung gehen 是一个固定表达, 相当于 sich erfüllen, 实现。 例如 My Wunsch ist in Erfüllung gegangen, 我的愿望实现了。 接下来 与 Hoffnung 搭配的动词呢, 主要有 Hoffnung haben, 希望, 期待, 例如 Die Eltern haben die Hoffnung, dass ihr Sohn Karriere machen kann, 这对父母 希望儿子 能够失业有成。 Hoffnungen zerstören, 是希望 破灭, 落空。 例如 Der Sohn hat die Hoffnung 抱有希望, 抱有希望, 例如 Mach dir keine hat die Hoffnung, hat den Traum, Musiker zu werden。 这个孩子, 梦想成为音乐家。 教授 Erfüllungen ist sein Traum in Erfüllung gegangen, 经过多年的努力, 他的梦想成真了。 下面我们通过书本第238页的这个预本来练习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这几个词汇和表达, 先请大家花五分钟的时间来完成这道题。 好,相信大家都已经做完了,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A, er möchte eine Weltreise machen, denn habe ich auch。 他想环游世界, 这表达的是一个愿望、梦想或期待。 要填入的这个名词是做Haven的第4格比语, 定冠词den提示呢这个名词是阳系名词, 所以这里可以填入wunsch, 或者 Traum, 也就是我也有这样的梦想或愿望。 这对父母曾经希望儿子上大学, aber der Sohn hat nach der Schule einen Beruf gelernt, und damit die seine Eltern zerstört。 einen Beruf lernen, 学一种行业, 学一门职业, 或者说学一门手艺, 但是儿子在中学毕业后呢, 学了一门手艺, 也就是说儿子呢, 辜负了父母的期望, 使父母的期望落空了, 应该是 Hofnungen zerstören, 所以这里呢, 应该填入Hofnungen。 下面这一句呢, 要表达的意思是, 每一个孩子在圣诞节的时候呢, 都有很多的愿望, 都有很多想要的东西, 所以这个句子应该是 Jedes Kind hat zu Weihnachten viele Wünsche. Di, ich wollte eigentlich Astronaut werden, 我本想要成为宇航员, Ich konnte den Wunsch nicht, denn meine Gesundheit erlaubt es nicht. 后半句是说, 因为我的健康状况不允许, 也就是说, 我没能实现我的愿望, 所以应该填入 E, die Kinder gern von ihren träumen, 根据后面的这次短语, von ihren träumen, 我们可以填入 Erzählen, 意思是, 孩子们喜欢讲述他们的梦想。 F, ich habe einen schönen Traum,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说, Ich habe einen schönen Traum gehabt, 我做了一个美梦。 最后一句, Das Kind will Mala werden, 这个孩子想要成为画家, Zen Eltern helfen ihm, dass dieser Wunsch, und sie schicken es auf einer Kunstschule, 这句话要表达的意思应该是, 他的父母帮助他实现愿望, 并把他送到一所艺术学校。 在这个句子中, der Wunsch是作为主语, 所以要表示实现愿望, 我们可以用 In Erfüllung gehen, 所以呢, 这里应该填入 In Erfüllung geht, 好,这部分词汇, 我们先讲到这里。 下面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 看书本第236页, 这里呢, 有一幅插图, 是一个小男孩, 躺在树底下, 想象着什么, 思考着什么, 旁边呢, 还有两只羊, 那么问题呢, 就来了, Was glauben Sie, Wovon träumt der Junge? 这个小男孩在幻想什么? 例如, 这个小孩在幻想, 他有很多钱, 然后呢, 生活在城里, der Junge träumt davon, dass er viel geld hat und in der Stadt wohnt。 那么, 你认为, 这个小孩在想什么呢? 请给出你的答案。 下面呢, 还有几个问题, Wovon träumen 您现在在想什么, 或者说您现在的愿望是什么? 看看时间, 我们这节课呢, 马上就要结束了, 相信呢, 这也是大家此刻的愿望。